今天我要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就是,用这种方式写出一个好的故事,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,写作是与生俱来的天赋,写的好故事和天赋有很大的关系,本书作者詹姆斯·斯科特贝尔认为,写作需要技巧,而且还能学习,贝尔是美国著名小说家,出版了二十余部小说,其中包括最后的证人,这是一种荣耀,悬疑大师,他也是美国佩博戴因大学教授,虚构写作的贝尔,读者之所以喜欢一部作品,只有一个原因, 那就是,他的故事非常精彩,这本书是他写和几十年小说创作经验写成的,用这种方式写出一个好的故事,本书没有理论,只有实用的写作技巧,再加上他的实力,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写故事,作者信心十足地在本书的开头保证,只要认真学习,任何人都能学会写作,值得一提的是,无论是写小说,自媒体文章,广告,剧本,其他创意写作,没有好的故事是不行的,本书中的技巧同样适用于写作, 写作过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,我们也会根据这三个主要阶段来解读,第一个阶段,在动笔之前找到一个好的想法,从而确定故事的主题,第二关,在写作的过程中,构建结构,构思情节,第三关,是原稿完成后修改的, 现在,让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开始,在动笔之前,你怎么知道要写什么故事呢?构思一个好点子是写好故事的第一步,你常常需要想出几百个点子,然后从中挑选出最好的故事情节,他坐在那里,足足想出了二十种思路,简单又有趣,其中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游戏,当你读到有趣的故事时,门心自问如果呢? 然后,各种可能的联想就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,这大概是小说家们最好的点子游戏了,比方说,当你看到一则关于交通事故的新闻时,不妨问问自己,如果乘客死光了呢? 还是,如果大家都撞得头破血流,只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安然无恙,会发生什么?同样的,无论什么时候,当你看到电视或者广告的时候,你都会问如果,让你的大脑自由的奔跑,然后把问题会总成表格,过几天再来看看吧, 挑出几个可开发的问题,这也许是你故事的开端,另一种小点子就是读新闻,打开报纸,打开IP,粗略地看了一遍,找到激发你想象力的途径,比如,如果你打算写一部悬疑小说,社会新闻里的案件报道,你可以去看看,把这篇文章保存起来,留待以后再用,作者也建议说,想想最近的话题会让你热血沸腾,劳伯乐德伦是美国作家,我认为有吸引力的小说都来自愤怒,对于作家而言,愤怒是一种, 非常有用的情绪,首先列出可能使你生气的话题,它可能是,军事策略堕胎环保这样的大事,也可能是学校规范这样的小事,但必须能让人发怒,这些话题会让你暴跳如雷,就会变成你的故事,还有一种比较奇特的方法,就是给自己起个酷炫的名字, 因为书名可以解放你的想象力,促使你去寻找故事,书名来源多种多样,诗句及宗教经典,你也可以立刻从字典里跳出来,再把这些单词拼凑成一张表格,故事中的点子将开始萌发,比如,这本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在午夜,杰尼斯喜欢晚上慢跑,从这句话中你可以想到什么出名的呢?晚上,跑步者或夜行,然后你可以根据书名进行联想, 没准会有什么好点子,有了这个故事之后,在正式动笔之前,先写一个提纲好吗?这并不是什么规则,不写提纲的好处就是能随心所欲,但是修改后的稿子可能会很费劲,因为你可能在写的时候写错了,改稿的时候,你得花点时间才能把它拉回来,写提纲怎么样?一开始的时候,虽然不担心走偏,但是大纲可能会限制灵感,在写作过程中,为了遵循大纲,可能会牺牲有潜力的剧情发展,所以, 写提纲还是不写提纲,还没有定论,作者建议大家都试一试,直到你找到你喜欢的方法为止,行,现在,第一阶段已经完成,写之前,他已经做好了准备,如今,让我们来谈谈第二阶段,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故事,在这里,我们将分别从结构和情节两方面进行阐述,就故事而言,股票价格就是结构,故事就是血肉之躯,结构完整,情节精彩,这是一个好故事的两个要素, 首先是结构,作者认为,一个好的故事结构应该包括三幕和两扇门,三幕是开始,中段,结尾,这是小说中最经典的结构,源自古希腊的一种戏剧,也被广泛用于现代电影,可以说,永远都不会过时,具体的结构是怎样的,就拿小说来说吧,第一个场景, 最好的时机,就是五分之一,第二幕是最长的一幕,最后一幕的结尾出现在四分之三或更晚,为什么要用三个木制的结构,而非两个,四个,或许是因为,三幕的节奏,就像是人类的日常生活,人的出生,生,死,一共分为三个阶段,每天早上起床上班回家都要经过三步,两扇门出现在三个木制结构中,在开始和中段之间有一道门,中间和结尾之间有一道门, 这两扇门解释了主角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,为什么要一直跟下去,主角一旦踏入其中,便再无退路,他们必须面对即将到来的冲突,下面,我们将一一介绍三幕结构和两扇门的写作方法,第一幕三幕,开篇主要目的在于吸引读者,所以,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,潜入主角的身体,让读者尽快和主角产生共鸣,然后,让主角快点发生点什么,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,而是一件爆炸性的事情, 看似无害,比如,一条意外的新闻,甚至是一条小小的八卦,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,一句话,第一部分一定要使读者尽快看到主角,并且很快地打乱他的生活,在小说乱世佳人的开头,一开场,读者就看到了斯嘉丽,书中写道,斯嘉丽算不上漂亮,但是,当一个男人被他的魅力所折服的时候,往往就把这事给忘了,塔尔顿双胞胎的力气很大,瞧瞧,斯嘉丽就是这样的, 他可以用自己的魅力俘获任何男人,不过,他很快就会知道了,他暗恋的人,马上就要嫁给别的女人了,一瞬间,斯嘉丽整个人都猛逼了,这是一个开始,有活泼可爱的女主角,生活立刻变得混乱不堪,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,第一幕的开头写完了,你想展示一下你是否做到了以下三点, 一,介绍引人注目的主角,二,是读者与主角产生情感上的联系,三,主角的世界已经被打乱了,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,那么你的第一个任务就完成了,接着,主角必须通过第一个无法回头的门,现在,是第二幕了,这道门,代表着转折点,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项无法回头的门,一旦穿过这扇门,主角就会被推入一场无法避免的冲突中,比如悬疑小说,第一道门,很有可能会出现, 主角偶然发现了对手的密码,现在,除非是不死不休的局面,除此之外,别无他法,这个门也可能是一种工作,比如,律师一旦接了案子,警察一旦从井里出来,就得继续干下去,同样的,道德,义务,伦理,心情也能成为门,比如教父三部曲,男主角麦克是黑帮投资公司的小儿子,本来,他是不想掺和黑帮的,但是故事刚开始没多久,麦克的父亲就被敌人索拉索暗杀了, 他受伤住院了,为父亲报仇,索拉索是麦克杀的,他走过了这扇门,杀了人,报仇了,再也回不来了,他不得不离开纽约逃亡,将第一道门写完,你也可以问你自己,这种转变,主角现在还可以忽略不计,还能像以前一样生活吗? 如果不是,这样的话,门的任务就完成了,接下来,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幕结构的第二个场景,断了,被打断的任务是写下一幕又一幕,延续紧张情绪,令读者担忧不已,以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方式将故事推向结局。 第三幕,这是中段写作的要求,作者觉得,用死亡阴影覆盖整个中端,是制造紧张气氛的好办法,这里的死亡,并不一定就是肉体死亡,也有可能是精神上或职业上的死亡,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,就是让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小说里,主人公霍尔顿青年时期对于生存的迷茫,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,如果霍尔顿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, 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,他的心都要死了,也有可能导致实际死亡的自杀,职业生涯的终结也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,因为职业关系到成年人的命运,如果你设定了一个特定的场景,让一个工作失误可能导致主角的职业生涯结束,而他,则是在寻找机会,搬回劣势,这也是职场小说中的好内容,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,主角面临困境,接下来,他要做的,就是设计对手,对手未必就是坏人, 只要有足够的理由,他就可以为难主角,只要把主角拉入冲突中就行了,你一定要想个理由把主角和对手绑在一起,双方你来我往,你来我往,关于冲突的这一部分,我们将会在后面的情节部分,强说,将三目结构中的中断说了一遍,我们要穿过第二道门了,通常情况下,这扇门是发现重要线索,或者是一次严重的危机,把情节引向高潮,就像第一部教父一样,麦克的父亲死在了第二扇门里, 麦克的爸爸中了枪,身体每况愈下,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,他的死打破了几个黑帮家族之间的平衡,对方家族嚣张跋扈,逼得麦克继承为黑帮头目,为了保护他的家人,他毫不留情地杀了他,通过第二道门,主角就能面对最后一战,并最终选择结束故事, 那时,小说的篇幅通常只有四分之一不到,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后一段目结构,软弱无力的结尾,能毁掉一本好书,一个强有力的结尾,可以拯救一本平庸的书,所以,一定要写得好,让读者拍案叫绝,回味无穷,小说有三个基本的结尾,正片的结尾,就是主角完成了自己的目标, 负面的结局,就是主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,还有一种结局很模糊,主角有没有达到目的,谁也说不清楚,很多经典英雄故事的结尾都是英雄斩杀怪兽,拯救世界,这是一个积极的结局,以达到目标,乱世家人的女主角斯嘉丽失去了珍爱白瑞德,是一个消极的结尾,没有达到目标,麦田里的守望者用了第三个模糊不清的结尾,我们并不知道主人公霍尔顿离开了精神病院,这个世界,真的还有活下去的办法吗? 好的结束语,一定要给读者以强烈的感觉,和尚书,想要回味和讨论,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这样,小说的结尾部分,霍尔顿在大雨中坐着,看着旋转木马在原地打转,这就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旅程,看完最后一段,读者仍然无法确定霍尔顿是否找到了生活的目,我们不由自主地想,他的生活会怎样,这三个结尾可以分开使用,或者加点料,一起用,比如,主角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,但结局却是负面的, 或者反过来,电影卡萨布兰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结局,主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,却得到了其他积极的收获,卡萨布兰卡男星瑞克打算和女主角伊丽莎结婚,但伊丽莎已经和战争英雄结了婚,电影结束的时候,其实瑞克能带走伊丽莎子,但最终,她还是选择了放手,瑞克牺牲了她的欲望,可以说,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, 但是瑞克放弃了爱情,回到了战场上,实现了更伟大的理想,这样的复合结尾加入了自我牺牲的概念,使影片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,依旧让人心惊肉跳, 这本书的作者如是说,写小说是一件苦差事,因此,在接近结尾的时候,作者可能会想到走捷径,赶紧写完,然而,你别着急,或者因为太累而匆忙写完结局,你可以休息一整天,然后再写结尾,不过,一天之内是不行的,否则,灵感就会溜走,因此,请务必保持热情,认真思考结尾,如今,我们讲完三目的结构, 这两扇门,就是故事的开头和结尾,这是故事写作的基本框架,下一步是写作的第二部分,剧情,情节就是故事的血肉之躯,填充结构框架,本书作者总结出了一个叫做LK系统的完美情节公式,锁定,分别是主角,目标,冲突,最后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,作者强调说,所有的情节应该与LK系统相一致,也就是说,一定要有,有特色的人物,主角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目标, 却不得不面对冲突,终于,已难忘的结尾结尾,在这个故事里,主角必须是有特色的,也就是LK系统的第一个字母,主角一定要与众不同,身上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,想象一下站在纽约街头的男人,收下,我需要一块食物告示牌,有吸引力吗? 还行吧,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,但是,如果这个人穿着燕尾服,取着牌子的话,为了食物,我愿意跳舞,这倒是挺有意思的,重点在于,优秀的故事总是从主角开始,逼着我们,从头到尾,他都在看着他,主角并不一定非得是好人,如果主角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,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, 特别有吸引力,比如电影中的铁石心肠,他的主人公克莱德可不是什么好东西,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,但是,他们在成年之后,却不断地堕落,连怀孕的女朋友都不要了,这个角色为什么会成功,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人,但却很惹眼,他忙于三角恋爱,而且,他还企图谋害自己的女朋友,还被判了死刑,作者如是说,看着这一幕,读者们都忍不住想要继续看下去,所以,怎样才能写出这个女朋友? 读一无二的人物,作者给出了三条实用的建议,一是想象他的样子,闭上双眼,看看第一个人对他的描述,然后把他丢进故事里,自由联想,看看会发生什么事,第二点,重新塑造你所认识的人,挑一个你认为有趣的人,但千万别模仿,而是要将他重新塑造,给他换一份工作,或者干脆把他从男人变成女人,第三点,读佛经,这是县里的人物简介,你可以从中挑出一些有趣的片段来作为你的主角, 有一点需要明确,主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角色会成长,这样的成长,会让故事变得更有深度,要想办法让角色在小说中学习并成长,还是因为受苦而有所改变。 其实,这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人生感悟,比如绿野仙踪,陶乐剑总是幻想着在彩虹的另一段找到更美好的生活,但是在影片的最后,他发现,家是最好的地方,他在成长,在改变,请注意,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过程,否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。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角色转换表达的具体方法,表格涵盖了故事的主要阶段,对应每个阶段,设计人物内心变化,假设你的小说,讲述了一个罪犯一生中发生的四件大事,犯罪,羁押,审判,坐牢,然后再做一张四栏表。 第一栏,犯罪,用简单的文字描述人物的内心,然后是最后一关,描述监狱中角色的变化,生活教会了他多少改变,然后,剩下的两栏田地,主角登场,走向最终结局,渐渐的,在主角的带领下,我们还要给他加上一个目标,这是第二步了,目标可以说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。 当主角想要得到某物或逃离某物时,他会采取行动,于是故事继续向前发展,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穿燕尾服的人,在纽约街头,取着鸟鱼讨生活的人们,现在,他丢掉了那块牌子,背上降落伞开始往帝国大厦爬,我们是否会立刻对他产生兴趣,因为角色有了目标,可以推动故事的发展,避免主角一直站在原地,取着牌子,目标通常分为两类,一是想要得到什么,二是想要逃离某事, 故事情节扎实,主角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,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,不停地担心,主角会不会成功,所以,如果你想让读者关注主角的目的,这个目标必须与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,如果达不到目标,角色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,比如,主角的目标是保命,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,大部分悬疑小说都是这样,从一开始,他们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,沉默的羔羊,女主人公克里斯的目的, 是阻止连环杀手比尔,杀害无辜受害者,为了避免死亡,主角必须全力以赴,读者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住了,说完主角和目标,接下来就是第三点,冲突冲突会使情节更加有趣,我们要学会给主角制造障碍,让读者担心主角会一蹶不振,我们再取一个取牌子的人,他已经爬上了帝国大厦,现在我们要制造冲突, 纽约警察想要阻止他,计划在65层进行拦截,更惨,另一边,一名狙击手正瞄准着他,这就是矛盾,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,说白了,就是双方你来我往,你来我往,一场又一场的冲突,主角不断移动,不断接近目标,与此同时,穿插描写他行动时的思想和情绪反应, 基本的节奏,行动思考,反应行动,通过对这三个环节的控制,可以控制整个小说的节奏,一定要在主角的道路上铺满障碍,读者也跟着紧张起来,还有两条原则可以使冲突场景更吸引读者,一种是,拉长紧张的段落,另一个代价就是提高角色的代价,紧张的段落一般只遭遇危险或悬疑事件,把紧张的段落拉长并不难,美国电视连续去24小时,将主角的冒险经历拉长,每个细节都能吸引人的注意, 这是拉长紧张段落的典型做法,动笔时,用慢动作描写,这一幕,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,就像看慢镜头一样,然后交替使用,内心戏,对话与叙述,花时间仔细描述,比方说,你写了一个女人被男人跟踪的故事,那人还想对他出手,你也可以这么写,女子退后一步,一步踏出,彭的一声撞在了桌子上,就是这样,花瓶摔在地上,摔得粉碎,这是一段叙述,然后进行一些对话,男人的一声撞在桌子上,就是这样,花瓶摔在地上,摔得粉碎,这是一段� 别怕,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,女子心想,门明明是锁着的,她怎么会在这里,这是一场内心戏,交替使用不同的描述可以延长紧张感,就算场景里没有真正的危险,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,因为很多麻烦都是心理上的问题,所以,当人物陷入痛苦情绪时,千万不要让他好过,让读者尽情地欣赏吧,另一条是冲突更具吸引力的原则,是提高角色所付出的代价, 嗯,角色损失惨重,读者们的心都揪了起来,又或者是乱世家人,斯嘉丽一心想和阿希里结婚,可是阿希里已经有未婚妻了,与此同时,美国内战即将打响,阿希里马上就要上前线了,两人能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小了,此刻,而斯嘉丽,则是付出了更多的代价,不只是情敌,还要熬过战争带来的离别,所以,为了提高小说中人物所付出的代价,你需要磨练自己的意志,为主角想出一个更大的难题, 随着它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,故事也越来越精彩,快系统中最后的元素是,惊心动魄的结尾,我们已经讲过三层幕结构,总之,要使结尾有利,令人难忘,这里不再讨论,现在我们讲完了写好故事的四大要素,包括主角,目标,冲突,冲击,只要掌握了这四个要素,这样才能写出吸引读者的故事, 在情节部分,作者也提出了如何把握情节紧张度的建议,哪怕这是一部惊悚小说,还需要休息片刻,给读者一个喘息的机会,不要从头到尾都紧张,因此,作者设计了一张紧张程度表,用以衡量每个场景中的紧张程度,这样整个故事就会变得很有条理,说得好,从零到十对每个场景进行评估,零代表一点也不紧张,时事太紧张了, 一般而言,每部小说中只有一到两个场景,最高要求事实,一部长篇小说通常包含六个主要场景,紧张度介于八到十之间,余下的过渡场景可以在二到八之间摇摆,零是一段使人昏昏欲睡的段落,比如,一大段天气描写,绝对不能出去,想出好故事的点子,掌握了故事的结构和情节,你就可以写故事了,然而,这样写成了初稿,接下来,就是第三阶段了,稿子的修改, 许多人常常沉浸在他们的初稿中,修改自己的手稿可能比写初稿还要困难,当然,初稿需要修改,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,第一步是让你静下心来休息一下,休息两三个星期,不要理会初稿,最好彻底忘掉这件事,第二步,仔细阅读初稿,第一次阅读,要从最重要的地方开始,边读边问自己,小说的开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,这个故事是用三幕写的吗,两扇门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, 主角付出的代价够大吗,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结构和情节,阅读时适当做些记号,方便后续修改,比如打勾,表示内容拖沓,用括号表示无法理解的句子,画圈表示需要添加一些内容,用问号表示可能需要删解等,然后,稍作停顿,阅读相关信息,他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, 修改后的第三部分,根据修改后的建议写第二个,第四步,第二稿的修改,和第一稿不一样,二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细节上,首先是删减或者删减一些不必要的情节,这样才能突出小说的主要元素,其次就是修饰了, 确保每一幕都有自己的紧张感,要做到完美,当然,并不是一次两次修改就可以了,修改的次数没有限制,你要学会爱修改你的稿子,因为,这是写作的必经之路,如果不改,你的故事会更好,你就像一位优秀的作家,又前进了一步,如今,我们从作者那里,学到了一套完整的故事写作方法,包括,构思一个想法,三层幕结构永不过时,故事情节的四大要素,以及四部修改手稿, 同时,作者也总结出许多实用公式与技巧,比如洛克系统的三种结尾方式,以及紧张程度,你也许会有点迷惑,这种公式化的写作方式,会使你写出一部非常乏味的小说,作者如是说,没有,公式就像是菜谱一样,同样的菜谱,不同的厨师也会有不同的特色,从此以后,勇于尝试,不断努力,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好故事,音频下面是听书笔记,下期再见。